凌晨两点多完成了史上最漫长的台北市长选举 最终结果以现任市长柯文哲的58万820票 险胜了国民党籍候选人丁首中的57万7566票 两位候选人相差仅有3254票 这个差距是台北市有效票数的千分之二 符合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69条规定 县市长选举结果得票数最高与次高的候选人 得票数差距在有效票数千分之三以内时 可以向管辖法院申请查封选举人名册以及选举票 并且在20天以内完成重新计票 而台北市长候选人丁首中 就在今天凌晨3点15分 由律师的陪同之下 到了台北地方法院地状 申请查封台北市全部的票轨 并且重新计票 接下来会再次的提出选举无效诉讼 北院何一婷也在今天早上6点裁定 只要丁首中在一天之内缴交428万余元的保证金 以补证程序便可以重新计票 这笔保证金是依照选拔法规定 申请重新计票的保证金数额会以每票3元计算 因此申请人丁首中应当缴纳428万2929元的保证金 丁首中对于本次台北市开票表示质疑 他表示开票时间长达了9个多小时 期间还有好几度的停止 丁北市人口公民就比台北还多 但是台北市的开票却更加的缓慢 其中存在着重大的违法事实 丁首中说他严重的质疑 中央选委会和台北市选委会一起合谋放水 让弃保被发声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的奥部 所以今天申请保全证据 撞指的第一步是申请查封票轨 接着会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 他表示不会承认这样的选举结果 因为现在还在行政验票 选票差距在千分之三的范围之内 柯文哲根本还没有正式的当选 而目前尚未有消息指出 丁首中前往缴纳保证金 台北市长的选举风波未止 首都市长最终由谁当家 仍然难以定案 明镜电视记者 李倩瑜整理报道